还不跟大陆电影河流电高拍摄成本了 香港不能比拼怎么办 于是大咖明星愿意不收片酬 等电影赚了钱之后 再来谈粉红 鲜艳对底色搭上美丽的海景 国吧成了玩命关头吧的重要场景 上映不到一个月 票房超过9亿美元的卖座电影 将以往的封闭国度拍得让人心醉神迷 你觉得什么呢 我现在觉得我爱了Cuba 随着和美国恢复邦交 古巴仪式沉滅跟着起飞 串流影音媒体Netflix同样抢先 自制影集四季哈瓦那 以古巴当主轴 讲述当地惊悚的警匪故事 虽然与世隔绝 但古巴也有自己的影展 自2003年起 在海边小镇吉西拉举行 号称是全球最贫穷的影展 但这个局面 随着美国仪式进入 迎来新好莱坞时代 今年的电影节带来观光客 和好莱坞明星 在雷神索尔中演出收集者的托罗 一起共襄盛举 这个以马车代步的小镇中 街道上野 因此出现了更多汽车 资本世界的电影 和古巴精神相互撞击 产生不同的火花 但要发展电影产业 古巴依旧面临着资源稀少 以及基础建设不足的问题 而同样面临转型命运的还有香港电影 虞文乐和曾志伟演出冲突又感人的父子情 离家出走了爸爸和不小心害死妈妈的躁郁症儿子 成了今年香港影展的重头戏 拍摄不拿片酬 大咖支持低成本年轻新锐导演 电影只拍了两个星期 预算花不到台币760万 和一般小规模电影2800万台币比起来 只花了约四分之一 入围金马奖和金像奖 多项提名的点五部 真实改编了80年代 香港第一支有问题少年组成的少棒队 打败了日本拿下香港联盟公开赛 冠军的感人过程 大受欢迎的一面无名和点五部 都是出自不花大钱的新手导演 和以往讲求大格局强调动作 香港电影现在更注重剧本的品质 香港的电影和文化悄悄发生转变 在2014年的雨伞革命后 真民主 真自由 年轻一辈的香港导演深受影响 题材也变得更大胆 在去年引发争议的独立电影十年 拿下金像奖最佳影片 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港币 但因为内容涉及独立 自觉等敏感政治议题 被北京当局全面封杀 不只是电影 包括当年的颁奖典礼也遭到进播 去年金像奖全被中国大陆大成本电影南瓜 但今年有了变化 更多港产电影出头 特别专注在社会的议题 电影《树大交锋》描述 大陆精英贪腐 同样触及北京底线 遭到进播 这些勇敢突围的剧本题材 继续启发香港影视系的新生代 说好50年不变的香港 其实早就发生了巨变 大制片公司为了赚人民币离开本土 一度让港产电影面临危机 在移交20年后 香港年轻一代找到新的电影价值 深刻的剧本和创意拍摄 为港片带来新奇迹 TVBS新闻综合报道